世人觉醒 家乡见闻 作者张琦 前些日回了一趟四川老家 所见所闻收获颇多 和母亲一起去买猪肉 母亲教我怎样辨别肉质 那种肉色发白 看起来水亮反光的 就是瘦肉精胃的猪 颜色红润正常 不水亮的是没加或者少加瘦肉精胃的猪 我指着一堆颜色较红的猪肉问母亲 这个是怎么回事 母亲说别买这个 有可能是死猪肉 将要死了才杀的 有可能是得了病的 我问母亲 怎么死猪病猪肉也敢拿出来卖 母亲告诉我 实际上温猪肉一般都不在市场上卖的 农村有专门的人收死猪温猪 很便宜 收去卖给一些加工户和餐馆 加工一变就不知道是什么肉了 去前年死的猪特别多 好多养猪大户的猪都死绝了 死猪全部被杀猪卖肉的便宜买去了 县城附近的杀猪匠这两年家家户户发了大财 在城里买了楼房 政府后来强制把昏猪买掉 杀猪这样就半夜把昏猪挖出来偷走 你想 一头猪要卖几千块钱 白白得来的 狼个不肥嘛 我说 这些人太不讲良心了 只顾赚钱 万一人吃了感染的瘟病怎么办 那还怎么办 有钱就医 没得钱只有等死 我叹息着回到家 和父亲又谈起病死猪的问题 父亲是个钓鱼迷 钓友特别多 见闻更多 父亲说 我经常去钓鱼的那个水库的养老板 就是养猪大户 这几年死的猪特别多 过去农民死了猪 一家人哭 有的哭得呼天抢地 因为一家人就靠这头猪 收入一点子女学费钱 过年前 杨老板死了猪是美开眼笑 起初我也很纳闷 后来才知道 现在的人都是参加了生猪保险的 死了猪国家赔偿 一问一头猪赔四百块 还不够买一头小猪的钱 我又纳闷了 杨老板的工人对我说 杨老板把出木局 防疫站的喂得好 死一头猪要赔好多头 死了猪要照相 猪又不像人 可以辨别相貌 一头猪换个地方 换个角度照相 可以照出十多张来 出木局防疫站的人 经常到杨老板承包的水库钓鱼 杨老板打鱼时 还要给他们送鱼 还经常请他们大吃大喝 过年过节 送礼发红包 你想 杨老板一方面把死猪卖了 得一笔钱 这边又多抱好多头死猪 当然比直接卖猪还滑得来 不是要强制埋掉吗 埋了还可以挖出来吗 出木局防疫站的被杨老板像猪一样 养得白白胖胖的 哪会管这些 最多有时候做做样子 买一两头 不知道这些鬼儿贪官 哪天得温病 父亲说 现在的人包括吃国家饭的 没有不骂共产党的 那些吃国家饭的 甚至一些当官的也是一样 他们传的是一些讽刺的 真扁实弊的顺口溜 颜子儿 那些在网上流传的 筷子人口的打油师 是他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老板性就没有那么文明了 聚在一起骂贪官 骂共产党 你一言我一语 骂完了大家都痛快 父亲单位上的一个退休老头 坐在单位大门口 大骂胡锦涛不是人 任由贪官横行霸道 老板性说 现在的绵阳市委书记 在广安当市委书记时 贪污了两个亿 到绵阳后 大肆吹嘘他如何轻振连结 实际上是万人唾骂的狗官 他老婆在绵阳 成立一家公司 在市里 很多工程上大滩特滩 有人上告 都被污住了 都是官官香味 从上到下腐败透顶 在家谈力是周永康提拔起来的 更是无人能动了 总的来说 对于共产盛事 老百姓一句话 完了 共产党彻底完了 回老家期间 恰好遇到在深圳当警察的表弟 回家探亲 表弟很吃炫耀 现在薪水又涨了 一个月零九千多元 对此 父亲不以为然 总认为表弟当土匪 还觉得自己了不起 现在老百姓都骂警察是土匪 一个教师当着表弟母亲 舅母的面说 过去土匪在深山 现在土匪在公安 弄得引以自豪 自己有个警察儿子的舅母 很尴尬 对警察是土匪 我从与表弟的一番谈话中 真切地体会到了 警察确实比土匪 有过之无不及 表弟说 深圳很乱 很多人抢劫 凡是看到抢劫的 都可以开枪击毙 打死一个人 有二十万元的奖励 他们的老大队长 一共打死了六个 得到一百二十万元的奖励 表弟羡慕不已 他在说 为什么我遇不到抢劫的 也开枪打死几个 得那么多钱 我说 你才工作几年 一个月领这么多钱 你老爸 公安局的官 给你在深圳 买了一百多万的房产 还嫌不够啊 人命关天 一般抢劫的 按照法律 也就是几年徒刑 最不自死啊 表弟蛮不在乎 打死活该 上面有这个政策 能领二十万 哪个不动心 我说 万一只是小偷小抢 或者抢劫会碎 打错了人 怎么办 哪管那么多 有抢劫的倾向 打死了能领奖就行 我听了 直摇头 到了街上 有两个小贩 在卖水果和核桃 我与妻子 正准备买些核桃 突然 有人一脚 把一框核桃踢倒了 核桃滚得满街都是 我吃惊的抬起头 原来是城管 城管踢倒核桃框 还不停地用脚 把核桃踩烂 另一个城管 把卖柑橘的框 踢倒后 也不停地踩柑橘 卖柑橘的农民 见自己的柑橘 被城管疯狂地踩烂许多 经不住骂了城管 城管对卖柑橘的农民 一阵拳打脚踢 卖柑橘的农民 坐在地上 边哭边骂 城管打电话 叫来小车 强行把农民 驾上车 拉走了 不知道后面 怎么收拾那位农民 我们很担心 周围的老百姓 都在骂 土匪 鬼儿简直是土匪 为那个农民兄弟的遭遇 我们心里更难受 回去的路上 妻子和我 都说不出话来 妻子低着头 一直泪眼汪汪的 我与妻子习惯了 三点一线的上班族生活 对外面的世界很少过问 如今回一趟老家 增长了许多见识 但这个见识 却让我对我们的国家 对中国的执政党 完全绝望了 曾经有人给我说过 共产党不垮台 天理难容 看样子 真是这样啊 回到单位后 我翻出了朋友送的 九评共产党 认真的看起来 这本书一直放了一年多 我也没想起来看 看完后 我彻底看清了中共的魔鬼画皮 原来我一直歌唱的母亲 竟然是披着羊皮的狼 我的国家被西来邪灵 侵占几十年 我却对这个窃国邪灵 大唱展歌 并宣誓为其奋斗终生 多么愚昧呀 明白了这些 我立即叫朋友 帮我退出了中共 邪党的一切组织 一刻也不愿意 再与这个 害死几千万 中国人民的邪党为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